為什麼每一個 賣二手相機的人都那麼喜歡用LadyM的 那個包裝袋來裝 K高現在車子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目前是要前往十分復步的路上 因為我還沒有跑過106 想說去看個風景 然後沒錯 我的新相機就是 DJI的OSMO ACTION 3 北基喔 那至於為什麼我要買第二個相機呢 就是你不覺得我整天這樣子 POV 他媽超無聊的嗎 就我想要多一點視角的變化 讓我可以比較自由的運用這些畫面 呃? 坐假動作喔 你到底想要表達什麼啊 兄弟 我不會讀新術嘛 欸你真的比女人還要難懂 幹嘛一直打方向的 我真的快受不了 整路石出山石跑山 幹誰受得了 RUCY提供共運動 身體健康健身好 RUCY 你是哪兒這裡老 身體健康健身好 好 既然停下來就可以好好聊一下 為什麼我要選 Action 3 為什麼不要選其他的相機 為什麼不要買新一點的 第一是因為我的備用相機 我不想要花太多錢 要不然我再買第二台Action 4就好了 我想說日算控制在五六千塊以內 然後呢 我原本要訂全新的Action 3 大概六千六 結果我幹 我大概上個禮拜 在蝦皮上面看到有人賣四千五 然後幾乎全新的 我當然是直接買啊 你自己比較一下這個畫質 你比較一下我的鏡頭 我主鏡頭Action 4 跟這個副鏡頭Action 3的畫質 畫質完全不會差 當然他的夜拍跟Action 4比起來是垃圾 但是日拍的時候 他們兩個畫質都非常好 然後再來第二個點 是他不會像GoPro一樣 我在大太陽可能錄半個小時 他就 他就 對 然後還有第三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 Action 3跟Action 4的外型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全部的配件 電磁底座 磁吸底座 全部的配件 都是通用的 那這個省去了很多很多麻煩 因為我之前用兩台不一樣的相機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帶兩種配件出門 可是現在 我就帶四顆電池出門 就問題就解決了 確實這邊跟北移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北移是比較好玩一點的 就是 就算是RB期的話 你也可以體驗到一直翻來翻去的那種感覺 一直走彎又彎走彎又彎 可是這邊確實是直線比較多 然後路也蠻平的 其實北移跟106的路都蠻平的 我蠻喜歡的 嗨 大哥 我為什麼又遇到你了 頭好痛 OMG 我開始在想 他打方向燈的 用途是什麼 右彎 好走彎他應該打左邊的 結果也沒有 喔 乾 難怪我覺得涼涼的 在飄雨啊 沒差15分鐘直接把他趕下去 5分鐘後 呃 乾 也很不對勁 乾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這個應該要直接回去了 這個雨太大 一直下 一直下 18公里半個小時 出發 哇 難得平日沒課 早上可以稍微出來跑一跑 結果他媽的又下雨 好樣子 現在又沒在下雨了 噢 噢 Shit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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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噢 這要趕快下山 好吧 因為天氣的關係 今天的行程泡湯啊 不過沒關係 至少我有出來汽車 也算是有放鬆到 對了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啊 這個油箱包的影片 為什麼說油箱包很好用呢 就是因為 你看像我這樣 我這樣輕度旅行 可能 來回只有兩三個小時 我就沒有帶背包 我就只有帶一個油箱包 然後我的 相機電池 跟一些 小東西 我的錢包都塞在這邊 唉 真可惜啊 那麼漂亮的地方 就是這麼暗的天氣 可在這裡沒辦法 因為大概 這兩個禮拜 台北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每一天啊 瘋狂瘋狂下雨 然後今天原本會有 另外一個陪我跟我一起來啊 可是 那個北欄狗 他真的有個北欄的 我昨天說我要自己來 然後他聽到我要騎車 他就說 欸幹 走啊騎車啊 蛤 早上七點半是嗎 好啊走啊 然後結果今天早上七點半 走啊 他傳訊息給我 然後跟我說 呃 兄弟 我好累喔 我需要睡覺 然後 我就想說 好啊 你需要睡覺 我等你啊 然後到 八點十分的時候 我又打電話給他 他就說 我不行喔 呃 算了 我不去了 幹那你昨天在說 你要跟三小 蛤 你為什麼不要讓我直接來就好了 那多 多浪費我一個小時 搞不好我一個小時前來的話 就可以看到瀑布 然後不會下雨 同學啊 你如果之後看到我這部影片 你一定知道我會講你 然後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說 欸 欸 這是在台北市已經看不到的東西了 對 今天的影片就是 我失敗的旅行 泡湯的旅行 泡湯的身體 加上 呃 稍微介紹一下 Insta360 DJI Action3 那二手架都4500 4800不到 甚至有機會可以找到更低的 但是二手其實不好收 那全新的也才6000多塊 有什麼理由不買 我告訴你 六七千塊 沒有更好的選擇 真的 欸 現在雨又停了 原來最近的天氣就是真的很奇怪 一下子這個地方下雨 一下子那個地方下雨 然後一下子 你穿好雨衣之後 雨就停了 欸你突然有雨衣之後 幹 又開始下雨 超煩的 但這就是台北市 那你如果對Action3 有什麼看法 或是甚至你有更推薦 然後又是便宜 畫質好的相機的話 請留言 跟我分享一下 我蠻想要知道你們的看法的 有什麼建議的話 有什麼想看的內容 都可以跟我說 有想要跟我聊天的 也都可以來G私訊我 我都會回 喔 一直下雨 我能去哪裡 只能來車行跟這個豬八戒聊天 我好像一直都沒有提到 DJI最讚的一個點 磁吸式的底座 一般 我之前用GoPro或Insta360的時候 都要這樣子把它轉開 可是 好像有這個磁吸式的底座 取起來 塞回去 完全不會晃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Chri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樣把全部的東西帶走 不用五秒